今天我們早上開始一個國安處的行動 我們這個行動是由今早在不同的香港各地區裏 採取一些拘捕的行動 是針對一個團伙 叫做賢學施政的組織 在行動之中 我們現在一共拘捕了兩男一女 年齡是介乎18至20歲的 罪名是以國安法的23條 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拘捕他們的 包括了他的召集人 他的常務秘書和他的發言人 國人也是一個香港的中學和大專院的學生 我們也是搜查了幾個處所 包括了我剛才上述的組織地址和他的倉庫 在裏面我們找到很多他們開街站的用品 刊物、傳單、一些電腦和電話 而且也找到一大批可以送往懲教署的處所 一些認可的物品 按照我們的調查所得 一共已經有41次的街站 而且他們在街站和平台裏面 都是發放了大量煽動仇恨政府 一些不服從法律和煽動分裂和顛覆政權的訊息 或者我可以給大家看幾個例子 究竟他們在這些發放訊息的時候 是有些什麼的例子 他們也有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個口號來的 是一個我們民族的信念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他們覺得下一場的抗爭 可能是一個戰爭 可能是一個革命 所以他們要裝備好 他們的心態和技能 也都建議那些人去習武 因為他們覺得革命再來臨的時候 他們需要全民勇武去抗爭 最後這一個更加明顯 他就是說他們這個抗爭 是要對準這個港共政權之外 也都要對準這個中共的政權 很明顯大家都看到 已經是一個很清晰 顛覆政權的情況 快來訂閱通事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